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有人说大马政治分分合合 像极了爱情 尤其509武统国阵一党独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之后 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一时就像是热恋当中的情侣 爱得要生要死 但是转眼却又成了怨偶 满眼都是恨 为了做政府 各政党的关系说变就变 而在众多政党情人怨偶当中 大家唯独对东马沙拉越政党联盟GPS情有独钟 那GPS就像是一个气质非凡的独特帅哥帅女 帅哥美女 人人都在追 都在讨好献媚 国会解散 大选在少过60天之内就要开战了 现在这个时候 各个政党或者联盟不管过去他们怎么暧昧 或者说不管他们过去怎么翻了脸成为了怨偶都好 现在这个阶段大家都要重新搞清楚关系 要确认关系 谁是你的情人 谁又是你的情敌 最好大选之前可以定亲的话就赶快先定亲 要分手的话也要分得干干净净 沙拉越政党联盟GPS的主席阿邦佐甚至这样形容 他们最近的政治桃花运真的是忘得不得了 第15届全国大选都还没有举行 西马半岛那边人人都抢着要跟他们来提亲 GPS主席阿邦佐哈里昨天就给大家透露说 GPS最近很忙 不是忙着筹备打选战 而是忙着被追求 被求婚 阿邦佐说 半岛的一些政党和联盟 好多人都抢着要讨好GPS 要和GPS在大选当中合作 他形容啊 这么多人要追你 要跟你求婚 你只能够怪自己为什么长得这么帅 这么漂亮咯 但是GPS要跟谁订婚的这一件事嘛 阿邦佐说 挑选对象 需要慢慢想 想好好来 而目前呢 GPS是还没有想好 要跟谁订婚 阿邦佐的一句说 哎呀 即使真的是订了婚 也可能会退婚 分手的 阿邦佐 其他人家就 我們就當作不成功了 明白嗎 明白嗎 有他 人長得好看 大家都搶著追 GPS沙拉粵政黨聯盟主席 阿邦佐說 長得很有顏值的GPS 現在來自半島的追求者很多 大家都要跟GPS訂婚合作 但是GPS現在呢 只是對他們 磕磕笑還要再看看 GPS真的這麼搶手 行情真的這麼好 好到還可以掉高來賣 馬達副教授阿望阿茲曼受訪時說 GPS確實有底氣掉高來賣 因為現在在政黨碎片化的亂局之中 GPS是一個穩定 並且可以保送一席的政治聯盟 所以自然人人搶著追 GPS正在拘搭 正在努力 阿望阿茲曼表示 以他的政治觀察和推測 在當今的政治氛圍之下 GPS可以輕易贏下 至少25個國會議席 這可是個大數目 也足以左右 哪個陣營能夠當上政府 所以既然看來賣 根本來賣 GPS可以賣 最少25個國會議席 這就是一個大數目的 能夠幫助 能夠改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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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 不及 國會議席 或 國會議席 不及 國會議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